家臣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就像刚才徐老师讲那种 他是怎么给人面子 比如说你普通一个人 平常人约了吃饭怎么样 就没见过面的人 他约你到他自己写字楼上 自己那个小饭厅吃饭 楼下传报上去 比如说窦先生上来了 你上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看到 电梯门一开 他站在那等你 跟你说窦先生 久仰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吃完饭送来 把你送出去 这一步非常重要 要是他在吃饭的桌子上 等你的话 你看这一步就差很远 但是就这一步 所有人都记得 所有人说李嘉诚是这样的人 给你面子 我见有的企业家 就说这一个宴会 听李嘉诚吃饭 后来他观察发现 他在每个人的身边 都坐15分钟 就让你得到平等的这种尊重 每个人都主动的递名片给你 那我们找到这种旅行事 就让你来自身的身边 在那种旅行事